女朋友不見了 做人男朋友的一定很緊張 湖北麻城的小母就趕快報警 她說自己的女朋友失蹤了兩天 警方看過小母的微信記錄 發現不是普通的失蹤案 這是一個典型的詐騙案件 為何這麼肯定是詐騙案呢 原來小母和她的女朋友 在兩年前經同時介紹 一直都只是靠微信聯絡 從來都沒有見過面 連視像對話都沒有 但就算是這樣 都無阻小母墮入愛河 很快兩個人還談分論的 每當女朋友問她拿錢 小母就算是借大耳孔都會給她 前前後後一共給了31萬 不過警方調查之後發現 那些所謂的親戚 其實都是作出來的 更令小母震驚的是 拍拖兩年的女朋友 原來不是女人 而是當初介紹女朋友給她的同事 那個同事就被警方抓了 不過小母被傷害的心靈 就不知何時才可以收復了